说到淡水的这个红楼餐厅 民众你知道吗 它已经有120年的时间了 其实红楼对于淡水来说 可以说是重要的历史文化 因此老板在这个月的28号 特别举办了一场慢坡五一日的活动 同时现场还有免费报名写生 许多家长也都带着小朋友 用画笔画出他们眼中的红楼 到底长的是什么样子呢 带你一块来看看 在淡水老街的小三坡上 有一栋相当特别的洋楼建筑物 这是淡水红楼餐厅 助力此地已经120年 而红楼对于淡水来说 可是相当重要的历史文化 因此红楼老板在这个月的28日 举办假假红楼慢坡五文弄义日 一早就开放免费报名写生活动 许多家长都带着小朋友 来用各种角度画出孩子眼中的红楼 那早上就会有就是接艺写生 就是绘画以你的角度来画红楼 那各种角度都可以 那下午的话我们会有 弗朗明歌舞表演 以及新世国小的管弦乐队 然后还有圣约翰大学的乐舞 电音社有的会来做我们做表演 都是全天的活动 淡水红楼是在西元1895年 由船商新建的一栋洋楼 日据时代转卖给淡水街长红以南 并且在50多年前再转卖给红家当私宅 直到10多年前才改做餐厅 而老板表示希望红楼不只是一间餐厅 更希望红楼可以是推广在地文化的一个平台 其实主要是希望红楼它能够走出餐厅 让大家的印象不是不只是个餐厅 而是一个更多元 更能够推广在地文化的一个平台 多跟各界合作 也希望各位先进能够给我们指导与鼓励 这一次120周年庆 有一整天的活动 包括了市集互动DIY 渔玩剧作体验 以及在地的许多学校表演 并且在红楼二楼播放关于淡水的动画 而写声活动更吸引许多小朋友参与 而红楼也准备了许多的小礼品 还有话剧 希望能够让红楼走出餐厅印象 代表的是更多元的表现 与地方有更紧密的关系 记者是团一带去采访报道